好 马上就要放廉价了 那么春节在家里的时候 可以好好练练功 现在是个防疫第一 我们开始帮大家做点功课 到底今年这四季要怎么操作 有没有一些逻辑 大家可以来好好参考一下 我们在节目选了一 四季春就这样 我们在节目选了一年的股票 也总是要休息一下 要教大家正确的心法 因为过年了 连续那么久没有股市了 大家可以放放心 想想看 终于不用再烦恼 明天要买什么了 这个心法是我当年就加入 当年的时候在我们公司 有一个25岁就退休 25岁就退休了 25岁我就没见过他了 他才比我大 我就没见过他了 他就退休了 是 他就退休了 我进去的时候他退休 他就说小弟弟 听说你第一天来上班 没什么好教你的 我就教你这四招 然后这四招 我很不才 用了25年 这是一招 我用了25年 我家庭比较多 家人比较多 所以可能退休的时间 这是你很久了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看过的家人 有点害羞 过年特别节目再来聊 是不是 那我们就要来讲这件事 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变 因为他一直都是对的 就像我常常跟他讲 巴菲特为什么没有再变过他的心法 因为他是对的 好 这是台湾123世纪 最容易挑选 做这个股票最容易赢 第一季 因为财报还没有出来 所以也不会有人管去年的财报 所以就读什么 今年是什么题材 就是什么题材了 那今年大家认同什么 我们讲了多久 半导体 电动歌 车诱 半导体 对 车诱办 五句已经是去年了 我说今年大家都听到什么 左耳半导体 右手车诱 你告诉我 你第一季做车诱跟半导体 你赔过钱吗 没有嘛 买六百五的台积电油 第一季 你看着好了 慢慢的会上去的 第一季就是买题材 就是买现在最热的题材 因为资金没有方向 资金只有一个方向 没有所谓营收的方向 所以看自己持股 不是这些的就不要持有了 你会发现 我举个例子 他会有人问我说 真顶好不好 滑通好不好 好啊 都一级棒的好啊 半年没有涨 半年没有涨 股票现在不在他嘛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tempo 你要了解这个tempo 第二季可不可以回到他 会 为什么 因为第二季 第一季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 去年的财报已经公布了 而且要开始开股东会了 开股东会要干嘛 拆你的除息了 如果说滑通 今年45块 就好像赚了4.5块 除了要配3.5块的息 你就会觉得什么 好便宜啊 所以第二季就去买 殖利率最高 或是除息的息最高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 去年财报出来了 然后也告诉你除息要除什么 好 那第三季 因为去年第二季一定是不太好 对 我们看 第三季 我们要买什么 因为去年半年报已经出来了 我们用半年报 很容易推支全年的获利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什么 一首歌叫 好还要更好 半年报财报很好 大家开始幻想 上市下六 然后整个电子忘记又来了 所以第三季就去选 上半年财报最好的公司 你就看到 他们通常就会一马当先 那第四季财报已经发挥了 该涨的都涨了 知道要干嘛 每一个人就开始做梦 就开始做梦 2022会怎样 对 大家懂吗 这就是一二三四季 我们节目基本上 就照这四个逻辑来做 就每一季都会发现 为什么现在这段 为什么我们也讲了 一个月的车用了 因为题材在这里 那我预计 信誉我们要讲到什么 讲到三月 我们就可以换题目了 那我们就会开始 每天在跟你讲 哪些公司的指令率高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年之前 我就把这一个撇步 交给大家 作为一年之中 给大家的贺礼 也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 OK 好 谢谢郑贤 这个好好的思考一下 应该有很多启发 好 慧出 就是我是 就过年期间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 就是意料之外的话 那其实新春开红盘 应该还是不错 那因为主要是市场资金太多 那我觉得说 我们要聚焦在什么股 我我认为应该要聚焦在那 供需失衡的股票 像是比如说像有一些缺货的 或要一直涨价 像现在说要涨价 比如说同步基板的上游 同伯 还有这个被动元件 还有像你看连那个 八金元代工的八分金元 都要用标的 那天我跟一个财务长去爬山 他跟我说 他们要去找那个金元 就那个金元厂跟他们说 你要排到那个两季以后 就是说其实那个真的是 半导体真的是很缺 虽然你已经听了半导体听了太多 但是说实在 真的还在欠 2021年半导体还是 还是可以独领风烧 那另外一个我是 有一个现象就是 年前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很多我们觉得很好的公司 比如在美国像苹果啊 高通啊 或者在台湾像什么友达 或是文帽 他们开玩法 所以都股价都重挫 为什么 因为就是说 他们业绩其实是蛮好 但是因为其实股价的机器 已经相对高了 那如果你没有再让你觉得 很exciting的这些利多的话 那因为第一季都是淡季嘛 如果你那个 大家QOQ都是衰退的时候 马上股价就会面临修正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找一些 低基期的股票 可能有 刚刚他讲说半年没有涨 像我最近就发现有 像我有以前拜访的一家公司 他就是半年没有涨了 他的股价在去年的七月 就已经在高点了 他半年都在整理 可是后来因为今年有 更好的一个题材的时候 股价就开始慢慢涨了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找 这些低基期的公司 好公司 OK 好 就是好公司还在低基期的 好股票回档的时候 可以来好好参考一下 好 我们今天谢谢所有来宾的分享 这个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 陪我们走过这一整年 接下来金牛年 我们相信是个全新的开始 祝大家新春愉快 牛年再见面了 这一定是牛准乾坤的一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